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敬华之慈悲开心 大家请坐 阿弥陀佛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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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尊敬的最同修最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如果在讲学当中 讲到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学佛 在修学当中最主要的 要着重在内 不要着重在外 你能够这样的修学 我们学佛一定会有得 十方诸佛如来的护念 怎么修呢 祖师大德常告诉我们 静作常识已过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 自己去反省 自己去检讨 然后发露忏悔来改进 你用这样的心态来修学 不但将来能够成就自己最大的功德 你能够了生死 而生死自在 心无挂碍 那祖师也为劝导我们 弦谈默论人非 决定不说别人的果实 不论是善 不论是恶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决定不讲别人的是非 不去批评别人的行为的过失 不要把别人的不善的放在我们的心上 那这样的修学呢 是对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孔老父子过去也曾经说过了 我有错 我有罪 我检讨 我改过 因为我们不是圣人 都是反复 今天遇到这个佛法 经过这个佛法的修学 佛陀的教会 我来成就我自己 然后呢 来帮助别人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你的起心动念 源于在座 都有因果的存在 所以为什么要反省自己 因为我们的动念 每一分每一秒 不管你的原因 你的起心动念 都有因果的存在 而这个因会影响决定你的来世 而这个因也能够影响决定你的今世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要谨慎 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受到什么样的果报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是跑不了的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才能够懂得 能够接受 能够改善 能够改过 不认任何一个人 不认任何一件事 全部都是在关键自己本身 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的人生比任何人更幸福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曾经也说过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教会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英国的存在 学佛就是要来懂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了解之后了 那我们今天学佛就容易得到 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把这一桩事情看透了 后来才成佛的 所以我们建议三佛里面最获得一佛 第三的 深信英国 这个因是什么 念佛是因 做佛是果 所以用什么方法呢 用听经 听经啊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第一个帮助是什么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修订 重定啊 我们就能够开会 一个人 他的智慧回复了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他的福报 人在这个环境没有福报 是很辛苦的 而且这个听经当中呢 对于我们这一生念佛求生净土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什么帮助呢 什么帮助呢 特别我们这一生 要发愿求生净土的 要了生死 不想再受苦了 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破除我们的疑惑吗 而能够增加提起我们的深信切缘 对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 对西方极乐世界 你真的能够相信 这个就是我们听经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能够帮助我们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说佛世界 实法界医正状元 你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正确认知是什么呢 明白了 没有一个世界 能够比极乐世界的那样 了解之后 你就能够死心塌地 然后来老实念佛 如果你对说佛世界之口 极乐世界之乐 没有搞清楚 搞明白呢 那你念这句名号 就容易什么 容易断序 容易怀疑 甚至于跟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这句名号 不能有一个身心的怯悦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人最大的障碍 但是很可惜啊 可惜在哪里呢 在圆 所以善导大师说啊 一个人念佛 他的功夫深浅 总在哪里呢 总在他对这句名号 对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真的身心 而这个圆啊 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圆是指什么呢 环境 你有没有遇到好的环境 你有没有遇到好的老师 你有没有遇到好的同餐导游 如果这个圆具备了 如果这个圆具备了 那成就就很快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他的因缘具处 那我们今天在澳大利亚 因缘有没有具备 有啊 你看我们这个念佛堂 他的职场 这么好 念佛有没有得清净心 有没有 没有啊 师父 我天天烦恼 虽然人在这个地方 心想的就是外面的 哪有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天天想我们 我们呢 还可以放松 还勉腆在下 或垫在下 那这个地方都具备了 有没有好的同餐道友 都有啊 你们就是啊 像今天如果没有你们存在 我在这个地方讲经 那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我们都是同餐道友 无论是好是坏的 都是一片的静止 在提升我们的境界 有没有好老师 有啊 处处都是好老师啊 看到哪一个人 无论他是好还是坏的 都是你的老师 那为什么我们成就 没办法成就呢 太多的原因 所以五量寿经讲啊 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修行 你能够修成就了 你的功德超过在西方极乐世界 多少年 一百年呢 说明这个地方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忏悔 来改过 这样的才能够成就自己 不然的话 我们这一生 所念的 所学的 那就是白费了 只是跟阿弥陀佛 结一个善缘 这样而已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 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真的很不容易 像师父 天天你不断的反省 因为师父的喜气也是很重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言语所讲的 有时候跟经典来造一造 差得太远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念佛 修学不能得利的原因 你那个心没有坚定 坚持 无论有多苦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 我必须 在这一生当中 我一定要成就的 只有成就 我才能够真正了生死出三界 因为在这个环境真的太苦了 难道你们没有无处这个道理吗 苦不苦啊 苦不苦呢 苦在哪里呢 千人千帮苦 苦苦不相同 每个人都有不恐的一样 对不对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佛 就是把这个精神 能够怎么样把这个烦恼 把它转为菩提 把迷惑了 转为我们的觉悟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修学学佛的用意 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不断的你一定要去反省 不断的你一定要去思维 我今天错在哪里 无论我没有做错 别人怎么对待我 无论你在遇到什么样的人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我从来不会去怪别人 全部都有因有果 有果必有因的 好 那我们现在下面 来看下面的经文 弥陀经的第二段 下面的这一段是什么呢 我们请合掌 射立佛彼徒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经文呢 在这一部阿弥陀经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重要 怎么重要法呢 下面会跟大家来说明 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应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常常劝导我们 你要把说佛 这个知苦 而西方极乐之乐 能够彻底的明白 那就万修万人去了 那我们首先一定要先去知道一下 佛在这一段经文呢 他在描述 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用什么方法方式呢 大家有没有去发现 释迦牟尼佛 他在描述 阿弥陀佛的国土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园 而来为我们说明 来告诉我们 他用什么样来表达他的方式呢 大家有没有去注意一下 佛陀用什么呢 用问答这个方式 比如说佛陀啊 他先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从这个问题呢 佛陀来为大众为答这个问题 而且在这一部经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 佛陀所问的问题 最后啊 都是佛陀自己本身 自问自答 有没有 你看这一部经 释迦牟尼佛没有人一起 自己说出来 释迦牟尼佛一般讲经 很多有点要有因缘 有人请佛才会大家宣讲这一部经 但是这一部经没有 大家都很清楚的 释迦牟尼佛讲了八万世间法门 除了弥陀经 没有了 那比方说 佛问舍利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 舍利佛啊 他问舍利佛 他说舍利佛 舍利佛 我前面 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所谓的 依报的庄园 正报的庄园 依报就是讲环境 正报就是讲他的心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在那个环境 他的心态 所说的国报是怎么样的 而且把这个依报的庄园 正报的庄园 已经为大家学出来了 那我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 是什么样的因缘 才有资格 安利而叫做极乐呢 问这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资格 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叫别的其他的名号 当释迦牟尼佛问舍利佛这个问题的时候 舍利佛怎么回答呢 怎么回答 没办法回答 只能听 而五话 能够为释迦牟尼佛回答这个问题 你想一想 舍利佛的智慧是什么 是第一的 连舍利佛都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佛自己为他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连舍利佛尼佛 连舍利佛尊者代表智慧第一的 都没办法来为我们描述 西方极乐世界而弥陀名号的功德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认真去学习 你怎么能够了解 对这一句名号的信心呢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告诉我们 你没有把无量寿经读透了 看透了 你根本没办法去了解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而我们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 从他的经文而所看到的 所以《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 为佛以佛方能究竟 九法界的众生是没办法了解 这句名号的功德 尊敬佛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 像以前我刚刚认识净土的时候 我常常问一些同参道友 阿弥陀佛有什么了不起 你能不能跟我讲 让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才能够相信 所谓的小鱼就小物 大鱼都叫大鱼 到最后遇到了师父上人 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有信心对这句名号 一生死心塌地 从来不改变 从来不动摇 老老实实 安安分分去念这句名号 事情解决了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 还没跟大家说明 这段经文的内容 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 无论是佛的名号 无论是阿弥陀佛的国土 或者十方诸佛的国土 只要佛陀佛的名号 只要佛陀安利这个名号 就是说 只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解释 说明某一尊佛的名号 某一尊佛的名号 不仅仅是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十方诸佛国土的名号太多了 只要释迦牟尼佛 描述了哪尊佛 全部都是一个真实的功德 你要自得这件事情 都是为我们释放一切众生 明与昭德 譬如说我们今天拜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拜释迦牟尼佛 拜药师如来 或者无量无边的诸佛 全部都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有一部大成经 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 大家有没有读过 读过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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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读过的请举手 符合 worsh掌 举手 兰花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第九篇 称佛名号 功德品第九 那个地藏菩萨 为了要帮助我们末代的众生 把这个佛号的功德 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要你用你的真诚心 用你那个恭敬心去虔诚 去念哪一尊佛 比方说在地藏菩萨本源经 你念无边深如来 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果报 你能够把你的超越四十节 四十一节生死的重罪 而你能够供起来赞叹来供养 你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报 一尊佛 那你今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不得了 一句阿弥陀佛是代表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而十方一切诸佛的名号 都是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看我们做三十节 那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称弥陀名号能灭八万一切生死重苦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个功德是什么 这个功德是果报 有果必有因 因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陀的名号不是随便而立的 佛陀的名号是五量节以来 在因地修学的时候 重击下来的这个功德 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殊胜无比的功德 像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超过十方诸佛的国土 是获得什么样的加持 弥陀名号的加持 而这句名号的加持 就是以四十八愿的加持 一展开四十八愿 就是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整个十方诸佛国土 所以到最后 还是回归到这句名号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它不是一般我们所 要立个名字的那一种随便 它是以凭它的功德 累积下来的 不像我们反复 我们反复的名字是怎么样 都是随便立的 对不对 比方说 今天有一个人名字叫长寿 他真的长寿吗 我们阿弥陀佛不是无量寿吗 无量寿是真的无量寿啊 他凭的是什么 他的功德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 叫长寿 真的长寿吗 不一定 可能五十岁 四十岁他就走了 他就往生了 是不是 再比如说 一个人我们在经上 常常听我们师父上来 一个人生病很严重 甚至于得了比严重 跟那个癌症的更严重 但是用他的忏悔 他的真诚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他的病就好了 有一些人他有严障深重 他严障很重 他忏悔 我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知不觉 严障就消了 严障消了 腹泊就现前 腹泊现前了 智慧也现前了 今天你想要消严障 你来念某一个人 不如说我念离山 严障能消吗 一正消不了 或者今天 我的左脚已经在五间地狱了 我右脚还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念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这句阿弥陀佛 还能够得救 今天你左脚已经在五间地狱 右脚还在这个地方 你念某一个人 能够消吗 不行啊 而且你用你的真诚心来念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后 阿弥陀佛告诉你 你这一生真的你发愿 你虔诚 你恭敬 你真的去学习 阿弥陀佛就派多少 护法神来照顾你 二十五维护法神来照顾你 日日夜夜的 二十四小时来照顾你 因为你这个人真的在修行 你真的想要发愿往生西方 你真的想要了生死出三界的 阿弥陀佛就派这二十五维护法神来照顾你的 真实的 那为什么我们反复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我们的反复 这个名字 它不是真实的 而佛陀这个名号的安利下去 全部都是真实的功德 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你不相信 有一天遇到一些的 让你很痛苦的 或者一些 真的没办法的 你赶快喊你的朋友 信赖的 或者信成的 你赶快来 我真的是要帮助你 他能够真的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吗 不一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先跟大家来说明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描述每一件事情 他所说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得 他有四句话 一生以四句话为主 不争一点点 也不减一点点 不争不减 所说的就是真实的功德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要来给大家 介绍西方吉德世界 用心良苦苦苦婆心 用这个方式来表达 让大家能够明白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西方吉德世界的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而告诉我们这句名号的功德 你一定要相信 不要怀疑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我们看下面 彼徒和顾名为吉乐 其果众生 我由众苦但说出了顾名吉乐 这一段经文 是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介绍 这个西方吉德世界的由来 那么阿弥陀佛的国土 为什么叫做极乐呢 为什么 那在这个地方 我要去跟大家来说明 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对这一段 有严重产生的严重的误会 而且有时候甚至也毁谤 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两部经 一部是五量硕经 一部是地藏经 很多人都不相信 那有人问 比方说 譬如 西方吉德世界这个乐 很多人会问 乐怎么可以吉呢 乐极乐 那是生悲了吗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呢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 那我们都是不明了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所说的这个极乐的内涵 所以我一定要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让人家能够起了一个深信 让你能够明白 我为什么要发愿到西方吉德世界 使方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不劝导 最主要劝导我们赶快到西方吉德世界去 不要再耽误你的时间 不要再拖了 赶快去 趁这个大船 已经要走开 已经要开到西方吉德世界 你要赶快搭上去 不然的话 你会五量节以来 在这个大海流浪 在这个六道轮回去流浪生世 你要赶快搭上去 赶快跟着上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所说的 这个乐 是对谁讲的呢 你没有发现 这个乐 西方吉德世界这个乐 是对谁讲的呢 对我们六道众生 疾苦的 而所说的 而西方吉德世界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见西方吉德世界 也是为六道的众生 而受到疾苦而建立的 那更进一步 西方吉德世界 西方吉德世界的 这个吉德的名称 是从信 从这个信 称信而快乐 这是从你的清净心 而显出来的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不是说 我们现在所说的苦乐之乐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苦乐之乐 是对待的 西方吉德世界的 德乐 是绝代的 什么叫做对待的 对待是意思 就是无常的 它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变化 你刚才很快乐 突然间会很苦 是不是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今天笑嘻嘻的 回到家里一道事情 要起烦恼了 你看 前几天 前三天 我的道场有一户房 他的先生 吃榴莲 吃得好开心 吃得很开心 不到半个钟头 中风 两三天前 他打电话给我 能不能为他的先生 立个牌位 给他做一个回向 很紧急的送医院 他先生很开心 吃榴莲 做这些入榴莲 所以啊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 不要乱吃 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很多人 医院 这些病人 就是从什么 从我们这个石 种这个 给这个 因为这个 为了要达到这个石 我们的石 太太欲望 感召了多少的堪恼 她的太太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 师父 为什么人这么苦 为什么人这么脆弱 为什么呢 师父 这个就是人生 如果不是苦的话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出家 他身为一位太子 享受荣华福贵 将来能够继承 他的父亲的王位 他为什么不去享受 什么原因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有没有像 释迦牟尼佛 那一种的待遇 有没有 没有 你们有没有想到 这个道理 人 没有吃苦 怎么能够觉悟 但是人很奇怪 当他 遇到这个苦的时候 明白这个道理 过了几个月 过了一段时间 又忘记了 又回来了 你看 重重复复 重重复复的 所以 我们这个 我们世间得乐 它是对待的 它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变化 今天我们能够吃饭 跟大家聚会 明天能不能吃饭 我们也不一定 今天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 明天能不能聚会在一起 不知道 今天我们在这边念佛 五分钟过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没办法 所以 西方极乐 世界的乐 为什么叫做绝代的呢 因为它是永恒的 它是圆满的 它没有一丝毫的缺乏 所以叫做极乐 圆满的 智慧圆满 身体 我们的法体的圆满 你的福报的圆满 你的才能 也是圆满 没有一件事 不圆满的 而且 是超越一切苦乐的真实 就尽极乐 所以佛在五量寿经 为我们 说到 谈到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种快乐 用了什么一个比喻呢 用了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你有没有去留意啊 释迦牟尼佛为了 要我们对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 知乐 他在五量寿经 里面 就是在四十八月 用了一种比喻 什么呢 哪种比喻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就是四十八月的 第三十二月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四十八月里面 第三十二月 乐如若见愿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一个若见比丘 什么叫做若见比丘 若见比丘是指 这个比丘 已经证得四果 四果是阿罗汉 他已经把这个见识烦恼 彻底断尽了 所谓的八十八品见卧 通通已经断尽了 用离一切烦恼 心得清凉之在 所说快乐 是无比的殊胜 用这一种快乐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所以这个乐呢 不是我们所想的 反复这一种苦乐之乐 大家没办法去体会得到 因为我们没有证过 你没办法去体会的 像有人问我一件事情 师父 师父还没出家之前 有没有谈恋爱过 哪有这样的人 问这个师父的问题 真的没礼貌 没大没小 现在的人有这样的事 那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有 师父你能不能感受到 那一种谈恋爱的感受 我不知道 如果师父不知道 不要为我 有时候父母 做父母的 为儿女操心 常常来找师父 我这个女儿要跟这个男人谈恋爱 我不赞同 我不怎么样 师父能不能劝导他 这种事情能够劝的吗 人家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能够劝吗 连父母都劝不了 那我这个坏人能够劝得到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过 是不是 真的 人在这样的事情 什么都对的 在他的眼里都是对的 父母都是不对的 所以做父母现在很难 真的 你看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人 他说 他连居 一个八岁的小孩 因为他 妈妈常常每天逼着他 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 你知道他的 他的女儿是怎么想的吗 他说 我希望我妈妈父母早点 早点什么 早点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就自有自在了 八岁的小孩 所以 我们没办法去了解 如果今天你挣过了 你挣的阿罗汉果了 那你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 那就很清楚 西方极乐世界 是怎么样的了 非常的清楚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世界 叫做极乐 而且是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呢 如果 我们能够 把这个世界 一定来做一个 比较来 话来讲 如果 我说如果 如果我们想要来 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 能够来做一个比较 对比的话 那佛在五量 受经 就是在这一部经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来看 我们在这个世间 有很多苦 有无量的苦 所谓的八万四千苦 简单来说 有精神的问题 有身体的问题 有身心不自在 等等的 这些痛苦 在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都没有 真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多少人生活 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的精神压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 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念佛 起码 这个精神有一个寄托 我念阿弥陀佛 我将来有这个世界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个对好处 现在你看这个环境里面 很多这些生活的人 你眼睛去看他们 很多有精神的压力 比方说 一个月前 师父有遇到一位 一对夫妻 他的太太 很压力 婚姻失败 影响整个家庭 那个精神 天天压力 很烦恼 所以父母看到这个样子 天天带他去哪里 看心理医生 怕会成问题 还有我们这个身体 你看那个过去 老子不是曾经说过了吗 武之患 唯武有生 我们为了这个 有了这个色身 难免有生劳病死 种种的苦恼 为了这个色身 由内心起了贪嗔痴 发动了 身口 造种种的罪业 永迫沉沦 以生死苦海 就是生命的血造 我们每天 就是有这样的压力 身心不自在 在西方级的世界 我们没有遇到 这样的心情 天天过得 什么样的快乐 天天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在这边 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边的生活 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比较 你就明白了 经典里面 说得很清楚的 天天都是很快乐 自由自在 身心自在 又没有 这个身体的 问题的压力 西方级的世界没有 我们这边天天有 我们这个身体 你看 你越在意它 毛病越多 你越不在意它 事情就没有障碍了 你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阴心寨主的学照 你越在意它 这个阴心寨主 一找你麻烦 所以顺其自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这样的环境 那我们每天在这个时代里面 生活当中都有不顺心的事吧 都有看到一些你讨厌的人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在这个修行 在这个生活当中 很多人说 师父 我从来没有不顺心的事 我没有看每个人都很 我看每个人都很有顺眼 有没有 有没有 我看每个人都很顺眼 不讨厌 如果像这样的人 恐怕也不多 如果我们 举目望去 十个人当中 恐怕有八九个 不怎么顺眼的 我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过 我想问你们一件事 你天天看人家很顺眼的 能够称心如意的 而且看到一个人 你不讨厌的 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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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敢 师父 我有在念佛 但是这种烦恼还存在 我看到这一桩那个人 我讨厌他 我看这一桩事情 我很讨厌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有时候遇到一些人 事物 有时候很讨厌 有时候很厌恶 这种的心态 像 像师父以前 还没出家之前 我们跟朋友在聚会 吃东西的时候 我常常听朋友在口中讲什么 他说 我这一辈子 不想再看这个人 我看这个人 我就讨厌 我看到这个人 我想吐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好像我们出家 常常那些 有结婚的夫妻 常常来找我们法师 诉苦 师父 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呢 讨厌谁 讨厌我的先生 先生反而想回来 师父 我有时候很讨厌 讨厌谁 讨厌我的 那以前的爱是怎么样 都是假的 如果真爱 他没有这样的 如果真爱 只有爱 只有关怀 没有恨 对啊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举目望去 几乎都有这样的 但是 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 很多事情 能够真正 称心如意的 不多 所以古人 才说什么呢 人不如一事的 常有八九 而在西方 极乐世界 情况就戒然不同了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极乐世界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不顺眼 能够让你生烦恼 讨厌不自在 而佛告诉我们 就算有人 让你不顺眼 或者你有烦恼 而你这个烦恼 你不会起作用 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种环境当中 你的烦恼 是生不起来的 确实真的有这样的 这个是简单一种比喻 我们今天念佛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 修行得这么快 没有人能够给我们生烦恼 让我们推行 天天让你什么 天天让你菩提到上 天天进步 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件事在极乐世界 都是心想死产 譬如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是随心所欲 动一个念头 我想要到西方诸佛国土 连飞机票也不用买 只要你动一个念头 我想要去 见见弥勒菩萨 很简单 我要去参观 释迦牟尼佛的凡圣统俱图 动一个念头 我要到西方诸佛国土 去采访 去参观 只要你动一个念头 你就有这样的能力 你不用 买机票 住饭店 你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你想要回国 回不了 为什么呢 怕感染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会有这样的信像吗 不会 今天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些那些菩萨 要来到这个环境 看到我们 看看我们 关心我们 动一个念头 就来了 我们今天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死方诸佛国土 不要说到死方诸佛国土 连三三道也不一定我们能够去得了 西方极乐世界 称心如意 每一件事情 五步是随心如意 只要你喜欢了 它就在你的眼前 只要你愿意的 没有一件事 是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们在这里生活 一边担心 忽然有一天 寿命到了 有死之苦 在极乐世界 寿命是无良受 我们在这边担心 生病了之后 有很痛苦 而在西方极乐世界 无有病苦 我们在这个世间 天天 为这个八肩交苦 天天活得很痛苦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说 能够受这些八肩交苦 连苦的名字 你都听不到 你说这样的好的环境 你还不去 还在留在这个地方 那不是已知了吗 所以学佛 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无有众苦 伴所诸了 故名极乐 这个是简单的 为大家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对比 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受佛世界 真的区别太大了 那你这一生当中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 我为什么要念佛 我的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那下面的经文 佛又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下个星期 再为大家 来讲解 识讲 今天 如果 讲了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因为我们都在学习 特别是在这一部 佛说 阿弥陀经 这部佛说 阿弥陀经 确实真的 是我们众生之宝 只要你一生 把这一部 弥陀经 好好学习 作为你的修学的 一个方向 我相信 你总有一天 会成就你自己 将来也能够帮助别人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了 所以 一门深入 常识宣秀 这个主要性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今天 祝大家 六十吉祥 祝大家 老实念佛 祝大家 我们 同生 极乐国 消除业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 请合掌 我们来回向 跟我念 来跟我念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 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回向 回向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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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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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调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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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经文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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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发菩提心 喜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